上回书说到 石钦柴把编牛爷被杀这一干 审问清楚之后 一盖人犯都做了处理 最后得圆了一个案呢 看了看他这些口供 瞧瞧这些个经过 随后派公差 你们去两个人 把西乡的变胭脂给我传来 再去个人到南乡 把澳秋水也给我传来 你们快去 这儿有公差分头去办理这件事 咱们先说一个 有两个公差来到了西乡 到了胭脂门口 向前一叫门 开门您呐 有人吗 哦哦 谁呀 我您呐 门枪一响 门风左右 开门的 正是老太太 一看两个公差来了 哦 这个官司不完了吗 还有什么事啊 老太太 我们是秦差大人派来的 哦 传胭脂姑娘 到那去过堂 都完了 怎么还过堂啊 因为这个案子又问出真正的凶手来了 所以还得让胭脂姑娘去一趟 您甭担心 没什么事 到那把这事说明白了啊 聚个节 就把他送回来 哎哎哎 好 你们等一等啊 老太太转身往里走 正赶上胭脂 在门后的那儿听着呢 娘啊 谁啊 是不是又过堂 啊 说秦差那儿来的 又问出杀人的凶手来了 胭脂一听怎么这么乱呢 不得不出来啊 二位公差 有什么事啊 您是胭脂姑娘吗 啊 我们是秦差公馆的 老大人呢 把这个案审问清楚了 让您去原案 没别的事 您跟着辛苦一趟吧 一会就回来 好吧 胭脂姑娘来到里边 跟老太太说了说 母女娘两个安排安排 修饰修饰自己啊 胭脂就出来了 跟着两个公差 出来了西巷口 公差在外面给他叫了一辆车 带着胭脂姑娘 就来到秦差公馆 到了公馆附近下车之后 把车打不走了 俩公差带着胭脂 一直就进来了 来到里边喊了声 回事 进来 给大人行礼 便胭脂姑娘带到 让他进来 是 姑娘 进来吧 胭脂心说 这是哪啊 怎么又出了秦差了呢 这官司不完了吗 可想着低头往里走 不敢抬头啊 来到屋中 一看在上手那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 只能看在脚底下 大人在上 民女便胭脂 给大人磕头 起来吧 胭脂摘起身形 钦差大人上下打量打量这个姑娘 年岁也就在十七八岁 敏着顶没开脸 去清了头发 梳了个大爪子 三环手是一概没有 清水脸 没擦粉 五官长得非常的俊俏 穿着一身灰 灰粗布的面 白粗布的李子 夹户夹袄 脚下穿着白鞋 白袜子 白腿袋子 低着头站在这儿 胭脂姑娘 老大人 你父亲被杀这一干 在济南府已经审问了 不过 现在宿介家中 有人在本亲命志上告 把这个案又重审了 杀人真正的罪犯 不是宿介 哦 是本里中一个无赖之犹 姓毛 叫毛大 原因呢 是宿介把鞋丢了 叫毛大捡去了 他知道这件事 到那又冒充澳秋水 他走错屋了 所以你爹拿他当贼 夺刀 他把你爹给杀了 现在找你来啊 就是把这个案 跟你说明白了 给我拒绝完案 把毛大 出绝死罪 谢秦差 把这干劫给他 叫他拒了 结了 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喊 回事 进来 跟大人回 被澳秋水 带到 哦 沿着姑娘往旁边站 让他进来 是 进来吧 澳秋水 低头往里走 秦差大人 这是第一次 看见澳秋水 哦 一看他这个举动 是一个懦弱 是一个懦弱的书生 大人在上 声援 澳秋水 与大人 抠头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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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秋水 站起身形 谢秦差大人 抬起头来 我看看你 是 澳秋水 一抬头 秦差看看澳秋水 年岁也在 十七八岁 头戴 青粗布的 纹生巾 顶香美玉 身穿 灰粗布的 纹生厂 白粗布的 护领 白粗布的 水袖 腰迹着 白色的丝套 脚下穿着 青粗布的 服的铝鞋 白粉底 白布的 高筒袜子 青中衣 往脸上看 眉青木袖 鼻指 口方 大耳吹轮 毫无关 莫怪 胭脂 看见他重情 澳秋水 今天 把你找来 不为别的事 就为这一案 跟你说明 杀人的 真正凶犯 不是宿戒 是本里中 一个无赖之友 姓毛 叫毛大 澳秋水 一听啊 这官司 可真够乱乎 可是有我的 什么呢 事情怎么引起的呢 就是你从西乡 这一过 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告诉明白你了 你受冤了 你也拒结 是 就在澳秋水 拒结的时候 石钦柴 看了看 胭脂姑娘 瞧瞧 澳秋水 心机一动 澳秋水 有 你家中 还有什么人呢 家严已经去世 只有家祠 与我 母子二人 你定亲了吗 呼 这句话问的 澳秋水 扫了大红脸呢 不止他害臊 腌着把头低下 也替他害臊 那个时候奉剑了 男孩 你要问他 多大 他的害臊 女孩 你 问他 他更害臊 实际上 叫年已 即即 十六岁的姑娘 就应该 说婆去了 社会不同啊 所以这时候 问到 澳秋水 腌着就把头低下了 替他害臊 澳秋水 一摇头 表示呢 没有定亲 好 这样吧 本亲命 有意 把便是 腌着姑娘 徐沛 与你 你可愿意呀 就这句话 说完之后 腌着这个眼泪 唬辣的下来 在旁边是怎么了 心中万分感激 谁说 钦差大人 您可做了好事了 可是又害臊 这直当的 您别说的 不直当的 他年头不对 那个年头 男女瓜里直贤 瘦瘦不侵 在一块站立 赶紧都臊的要命 说找婆家 他臊的哭啊 现在当然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也问问 小刘 今天你多大了 十七了 干嘛给我介绍一个 他就自个儿要了 他年头不对 他腌着感激啊 他也哭 把头一滴 眼泪下来了 汪汪的 赶紧拿手绢 展着自个儿的脸 可是万没想到 奥秋顺听完这句话 一种严肃的面孔 回钦差大人 圣远 奈难从命 啊 石钦差 心说我 风指钦差 我说完之后 你都不听 为什么 我不能要这 无耻的丫头 哎哟 谁都有个自尊心呢 胭脂一听这句话 门一下都放声了 哭啊 姑娘 不要哭 奥秋顺 信口 辞黄 喝胭脂 胭脂姑娘 无耻 嗯 哎呀 秦差都受不了了 胭脂哭的这惨 不要哭 听见没有 是 说怎么哭啊 当人面骂我 无耻 无耻是什么 你不要脸 一个姑娘人家 你叫人说不要脸 怎么了 是死是活呀 秦差一看 奥秋顺 同他说这话 你失口德 当时没有这样说他 我问你 何言之无耻 呃 秦差大人 您息怒 说 有话你自管 说 您想啊 嗯 一则说 他是受益之女 在这一说 他父亲被杀 什么 摊窗户吧 什么跳墙吧 那么 抢鞋吧 呃 什么又赴约吧 这多难听 这些事 主口 还有别的吗 这还不行了 听我讲 燕着姑娘 虽是受益之女 婆都私疏 知共大理 如果说他父亲被杀 出了这些个事情 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从西巷 燕着门前经过 燕着看见你了 当中有宫门王室 其中作怪 不错 燕着姑娘 对你有爱慕之意 自古尝古爱少年 才子喜风流 一个姑娘 人家心里 缩想 不算人家 无耻 可是你走之后 公王室 当中 他作怪 他与宿介 私通 想必 你也有 耳闻吧 而是宿介 冒充 你的明星 欲缘 购奔 燕着家中 前去谈 他的窗户 呃 说到这儿 石钦柴 就把那个口宫 拿出来 搁的桌上 看着问他 你看 谈窗户的时候 怎么说的呢 而苏建茂冲蚁 燕着姑娘在屋中问 你是谁 他说 我南乡中澳秋春 你前来作甚 自那人门前经过 得见小姐立志 时刻挂怀 又问公子嫂子 所讲 小姐为我染病在床 因此深夜间 不顾嫌疑 不顾奔波 欲缘而来 有贪贵样 可是燕着姑娘说什么 妾爱君 所谓长久 非为一席儿 军国爱妾 请素差 没人前来作媒 我父母不能不允 深经半夜 撕开门户 事关苟妾 我至死不从 澳秋春啊 这能说人家无耻吗 那 不 你说 不错 最后他开门了 他开个门了 他给谁开的门呢 他是给你开的门 可是进来的不是你 如果是你 你也不会去 即便去了 开个门 也不会有鬼外的行为吧 而是假的 澳秋春 是素揭 素揭 这种行动 他赶睡 精忙 而胭脂 连手都没让他摸着 又该怎么样呢 他抢走了 胭脂的袖鞋 跟人家定过 十天后赴约 那么胭脂又说什么呢 妾身下体之物 一路军手 但妾已许君 君吃得此鞋 对于我的婚姻之事 不闻不问 在外任意忽言 妾身唯有一死 而已 澳秋春啊 当时姑娘可没有 看出是假的澳秋春 这些话 可是冲着你说的 那么胭脂姑娘 伸手如成 一块洁白的美玉 能说人家无耻吗 以至他父亲被杀 毛大出现以后 憋着去找便宜 走错了屋了 我再问你 一个人爱一个人 能算错吗 嗯 你说 如果他对你这样的痴情 要跟你结为夫妻 奖儿 是你的夫妻 换句话说 澳秋春 你当着他的面 当着本亲命的面 你就出口不逊 有伤口德 如今你要不要他 谁能要他 别人要 当然有的是人要 要完之后 因为你 别人可就可以接短呢 你要是能跟他 这位夫妻 博首相谢 将来是一对美姻缘 任何人可不能说别的 秋春啊 你应该想 固然 或者找你所想的 门当户对的 未必能跟胭脂姑娘 这样对你 这样对你重情 你说呢 胭脂的旁边啊 不登都跪下了 这些话 都替我说了 可是我说不出口了 钦差大人 哎呀 如果他要不能够 答应这门亲事 我只有一死而已 我就怕人家 小瞧我这兽医之女 胭脂姑娘 不必哭 傲求顺 你有理你说 你如果 问的本亲命 闭口无言 那就作罢 傲求顺一想啊 钦差大人说的 句句都是理 但这一件 这我怎么说呢 意思就是 还是不愿意 说了归其 为什么不愿意呢 研制的好 他也知道 本人他也见到了 钦差说的话 他也能想得通 单则一见 出身 兽医之女 这可厉害 怎么厉害 好 家庭的出身 他生活条件 环境 习惯不一样 有的时候 就被这些个 有钱的人歧视 那么奥修准 毕竟在这些生活当中 还没有体验 就知道 读书死死读书啊 故此 傲求顺 不能答应这门亲事 随后 说启禀钦差大人 声援 家中 还有高堂 终身大事 我自己 奈难做主啊 这个话可厉害 因为在封建时代 自己的婚姻是 由父母做主 叫父母之命当先 媒妇之言 在后 那意思 您别看是秦差 你多横 你是没人 我有老娘 秦差听完了 他这说法 哪能不懂啊 哈哈 好吧 你啊 先回去吧 啊 本亲命 自由主张 谢秦差 奥秋顺 磕头 谢根之后 他就出来了 出离了 秦差公馆 紧着往家走 奥秋顺 一边走着 一边想啊 心说 胭脂姑娘 确实还是个好姑娘 秦差大人 说的这些话呀 是句句实情 单则一见 毕竟 他还是个兽医之女啊 奥秋顺 心中矛盾着 往回走 来到家中 见到自己的母亲 就把这件事情 跟母亲说了 可没说保亲的事 说这个案子 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现在没有我的事情了 得了 他为什么不跟母亲说呢 一者说 他害骚 二者一说 秦差大人如果完了 也就完了 我也就不想了 秦差大人不完 必定派人找我的娘 所以他就不说了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咱们说说秦差大人 把奥秋顺打不走了之后 一看那胭脂跪在地下 哭得抬不起头来 胭脂姑娘 不要哭 起来 是 真起不来了 一是内心感激 另外一个惭愧 就这样下去 自己没法活呀 扶着两个磕膝盖 慢慢的站起来 我告诉你 放心的 这门亲呢 我保了 一定把你许配 奥秋顺 明白吗 多谢秦差大人 好 你放心吧 回去跟你母亲说 如果 亲事成了以后 本亲命 自有办法 来啊 照 你们两个人 到外面 给他雇车 把胭脂姑娘 送回家去 说 姑娘 您跟我们走吧 还不谢秦差 多谢秦差 这时候胭脂又跪倒 行了个礼 不用了 去吧 胭脂姑娘跟公差 出来之后 跌着头眼痕着泪 公差领他出来 万分对他同情啊 出来的公馆 到外边给他 抓车的时候 这公差让他上车 跟他说了两句话 姑娘 你放心 这是奉旨秦差 说话得算 这门亲事一定保诚了 你就放心吧 不但亲日成了 这回连嫁妆都得有 你放心 哎呀 胭脂一听 心里的蹦蹦蹦直跳 美的 可是不能说出来啊 上车了 回家了 简单接说 来到家叫个门 见着自个儿的娘 这件事也不好意思 跟娘说 翻回头来 咱们再说说秦差 事情已经到现在了 怎么办 这还敞了一个口 还没给他解决了 谁啊 辽成县的县官 神不清 随后派人去把辽成县的支县 给我敌了来 走 公差一听 这回老爷子可火了 这县官根本就不怎么样 有公差骑着马 骑着马就去了 来到县衙门口下马 鱼 甩蹭铃杆 翻身下马 把马路门口一拴 我喳 呦 上车 告诉你们那官 马上到公馆 钦差大人叫他去 快了 是 登登登登 这公差往里走 一拉门就闯进来 跟老魁 咱 那么回事 这沈不清在里坐着 这个脑子里是空的 他自己犯的什么罪 他都不知道 这公差没喊 回事闯进来了 下去他都磕巴了 咋 怎么回事 秦台公馆来的位上台 叫您马上到秦台公馆 不得为吾 这县官这么不好当 还有这事 请师爷 这也请师爷 有空差把师爷找来了 大老爷 您找书班 有什么吩咐 秦台公馆叫我去 你说咱去不去 啊 那不去哪成啊 您赶紧换官服吧 去吧 好 这真不好干着 顺教 外面给他备好教之后 有公差陪着他 他除了上教 购奔秦台公馆了 来到秦台公馆附近 相隔约有两丈多远 这轿子就得放平 聊教练一下轿 在爱哪了 前面就是 你怎么把我撂到这 搭门口去啊 跟老爷回 那可不成 那是秦台公馆 咱不敢门口下轿啊 哦 还这样 行了 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来到公馆的门口 一看着 门口这俩五只官 跨尔道啊 穿着跨马服 剑袖袍挺神奇的 哦 二位 老爷 钦差在哪屋了 先生 您这是什么官这是 这个时候 沈不清来到里边 跟公差说 您给回事 就说 卑职辽成县 前来参见钦差 等着吧 有人说成 等着一会儿 公叫他进来 进来进来 他就跟进来了 来到了书房门外 钦差大人说了 让你进去 是 有人打连笼 他就走进来了 钦差大人在上 背纸 辽成县 给钦差大人 叩头 钦差看看他 还跟他客气客气 归宪 免礼吧 谢钦差 请坐 干嘛这么客气 因为钦差 穿着便服了 所以这得按私人说 要穿着官衣 就有上下级之分 所以让他坐下 您再听听这支县 谢坐 扑登 一批 我就排在这了 说怎么了 不懂得这些礼节 他也不懂得客气 他就坐下了 钦差看看他 就乐了 一瞧他这相貌 长方俩 窄天天 两道拔子眉 一双三角眼 扁鼻梁 小鼻头 俩薄片嘴 嘴唇呐 三瓶狗上胡子 左不七根右八根 下不六根半 俩绕红耳头 无纱双展身穿蓝袍前后 我的腰横欲带 足下蹬着半高腰 清断的粉底灌穴 坐在这 那没坐相 站那没站相 这么个人 桂县 钦差老大人 官印怎么称呼 印啊 印在衙门里了 什么 我问你姓什么 姓沈 台府 我没抬过土 过去家里 我也大少爷 你什么出身 没出身 你什么底子 千层底 你过去干过什么 秦才大人 我过去家大 业大 有的是钱 一把天火烧任 没有 剩俩钱 我干什么都不行 我买罐坐 施钦差说 你这样的 也当父母官 莫怪了 把奥秋笋 给断冤 混账 撤座 旁边呢 一撤他座 不记他 他趴下 哎 说着好好话 怎么又 哦火了 你 身为一任之父母 你连官话 都不懂啊 我问你 焉着于奥秋笋一案 你怎么断的 杀人的凶犯 就是奥秋笋 他都招了 胡说 这一旦 人家奥家上告 在济南府了 从济南府又到这 杀人的凶手 世毛大 你随便妄动行剧 草检人命 说到这儿啊 这个秦才 真有意 摘了他的帽子 把他的官给阁了 又一想 还不能这样办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捐班出身的官 类乎像沈不清这样的 当时不是他一个呀 第二个原因 还得用他 给胭治和奥秋笋 这件事情做媒 所以说 沈不清 被A之在 你认打呀 还是认罚呢 哎 秦才老大人 那么认打 怎么说 认罚啊 怎么讲 认打好办 马上摘掉你的吴绍 割去你的官职 说到这儿啊 沈不清 龙下一跪 他跟趴着一样 俩手一舞 他的吴绍帽 哎呀 我的亲爹 什么 亲差呀 您可别摘我的帽子 我刚做了一年多 还不够本了 您再叫我干写日子 不像话 要么你就认罚吧 那认罚 怎么说呢 老子 二天 我 不够本 我 你 感谢观看